台灣花獵園再次發生嚴重地震 造成兩棟大樓傾斜及倒塌 經統計,在今天凌晨零時至今早的七點半 已經累計發生了九十五次地震 平均每四分半鐘就震一次 其中強度最大一次是發生在凌晨兩點半左右的六點三級地震 嚇得市民整晚都不敢睡覺 該院政府宣布因為地震不斷,今天停班停貨 兩棟傾斜大樓分別是赴海大飯店及桶水大樓 從片段畫面中可以見到 赴海大飯店在凌晨地震那一刻就發生傾斜倒塌 二樓直接壓在一樓,有大量的粉塵跑出來 幸好當時建築物內部正進行整修 入面沒有人亦都沒有人受困 附近的住戶亦都在消防員的協助之下第一時間撤離安置 另一棟桶水大樓 因為花年早前4月3日的地震被判定為紅丹受損建築物 建築物鋼筋已經受損 今日凌晨再次發生地震後 無法承受上面建築體的重量而倒塌 二樓變成一樓,但幸好住戶早已撤離安置 現場都有鋼購支撐架 未有人員傷亡 一夜震95次,全台有感 市民嚇得整晚都不敢睡覺 對於余震不斷表示非常之怕 擔手家會承受不住倒塌 不敢回家 只好帶上簡單的行李在車上睡覺 當地由昨晚的下午5點多就開始地震不斷 其中4級或以上地震有26次 5級或以上地震有7次 6級或以上地震有2次 全部都是4月3日台灣花年縣海域 發生的7.3級地震的余震 台灣氣象部門指今次地震規模較大 是因為能量釋放已經由震央的北邊 調整到南邊 規模會持續多久很難說 但是余震至少會持續半年去到一年 根據統計 由4月3日花年7.3級大地震 去到今日 已經發生了超過1,000次的余震 專家提醒當地市民 要隨時提高防災意識